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木薇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是外星人和地球人在摩擦之中 相互理解最后和平共处的故事 影片的一开始,外星人侵占了地球 但是这次他们侵占地球的方式并不是用武力来战斗 而是通过把一种寄生虫进入到地球人的体内 他们的意识就会被外星人所控制 外星人彼此相信同类,他们善良勇敢 所以外星人统治的地球一直十分和平 可是在中间还存在着一些侥幸有着自身意识的人类 而女主就是其中之一 这天女主被发现还存在着一些人类意识 于是外星人就给女主体内注射了寄生虫 很快女主体内就被进来的寄生虫所控制了 我们叫它漫游者 在女主的身体里一直存在着漫游者和女主两种意识 两个意识经常同时作用女主的身体 可是行动权还是取决于漫游者的身上 外星人很快发现了女主和漫游者的斗争 他们想要找医生把人类意识驱逐出去 于是女主就找到机会劝说漫游者跟他一块去见医生 才好让漫游者一个人占领这个身体 可是在开车的途中 漫游者却发现不对劲 女主在带领着他往另一条路上走 两个人在争斗之中发生了侧翻 当漫游者醒来时 他只好听从女主的吩咐 这才是活下去唯一的出路 他走啊走啊终于来到了人类躲藏的地方 在那里他遇到了女主的叔叔 本来他们想要杀掉已经被外星人占有的女主 可是叔叔发现女主的意识还在 便把他带回了基地 就这样漫游者和女主开始在基地里生活 在基地女主发现了自己曾经的男朋友 两个人开始亲吻 可是由于身体里的漫游者的存在 女主竟然觉得男主在亲吻一个别的女人 并对男友大打出手 当人类的粮食丰收时 漫游者出去帮人类收获食物 在这个过程中 漫游者喜欢上了另一个男人 两个人在接吻时 女主又觉得是在和一个陌生人接吻 两个意识的矛盾也愈发愈烈 可是慢慢的 漫游者开始融入人类的生活 由于外星人互相信任 于是漫游者便利用外星人的身份 随意出入外星人所建立的商店 给人类提供粮食补给和生活上的需要 可是慢慢的 外星人开始发现漫游者的一些不对劲 就在外星人要攻击漫游者和人类时 叔叔突然出现 打伤了外星人 他们将外星人带入实验室 将寄生虫剥离了外星人的身体 之前被寄生的人类意识也醒了过来 看到此景 漫游者主动提出要把身体让出来 让女主的意识停留在自己的身体内 同时把自己的意识放生到太空中去 可是女主知道漫游者其实是个好人 于是他们告诉漫游者 前不久刚有一个人 由于剥离意识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所以那个身体两种意识都不存在了 他们将漫游者的意识 放到另一个人类的身体之中 因此漫游者和女主都存活了下来 而影片的最后 主角一行人在驱车赶往城市 发现了更多的人类幸存者 人类的队伍开始变得越来越壮大了 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